大家好,我是馮劍基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有关陈茂波最近出现的情况 他是突然间落区去探劏房、探公屋的老人家 为何有这个行为呢?他才知道 但探完之后,他在网址上写了几段说话 第一,他就说要告别劏房 要到2049年劏房消失 其次,他要积极找土地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解决住屋的问题 其实他在网址上基本上是引了两个中央领导人的说话 首先他就引夏宝龙 原来夏宝龙都提出立国一百年香港要告别劏房 其次就是他引习习主席的讲话 他引习习主席讲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困 他说有坚定的意志和破釜沉执的决心 他再引习主席讲 虽着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和人民群众急难仇盼的问题 也要推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于此,陈茂波说他会大刀阔斧、推动填海 长远增加土地和土地的储备 要以最广大市民的最根本利益为衣为念 为广大市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很明显,陈茂波这段网誌 好像突然被两棍当头棒壳醒了 原来香港还有人住劏房 原来香港需要尽快解决劏房问题 但大家记得陈茂波是由2012年7月开始 做这个发展局,2017年开始做财政司 发展局和财政司对土地和房屋有什么关系? 发展局是负责找土地和考虑土地如何发展的决策人 财政司他自己网字都说 他下面有一个督道委员会 也是负责检讨每一年土地的分配和安排和政策 既然九年内原来土地陈茂波是第一把手 那九年内在土地房屋上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妨看看 由2011年到2020年 政府说公屋和私楼的比例是6比4 试试看看 由2011年到2020年 私楼是多过公屋 到未来的5年 2021年到2026年 根据香港团结基金和房屋署的资料 未来的5年 私楼和公屋的比例是50比50 大家记得由董建华年代开始 政府的政策已经说是公屋和私楼的比例是6比4 到2018年 林郑月娥更加说不行 要多些公屋是7比3 但由董建华之后 从来都未试过公屋的产量是多过私楼 过往的九年 你陈茂波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自己违反了政府 公屋私楼落成的比例这个决定和政策 如果这个政策决定不改 你哪有足够的房间 去解决现在的轮后公屋 平均5.8年这个问题 你有点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去让劏房的人能够处理到呢? 当然 陈茂波说 我没有说现在要处理 我是说 是要到2049年之前处理 还有28年 其次陈茂波说要大刀斧斧地去搞田海 长远有足够的土地去使用和做储备 你九年前又不说? 九年前说? 明年大概十年左右 土地就出来了 你今天才说 今天才说做 假设你是真的做 都要十年之后才发生 我只知道你作为财政司 还有一年就落台了 认真说 劏房的问题不是今天发生的 在2004年7月9日 政府取消这个租管条例 劏房就由那年开始 每年7月9日都游行 都告诉大家 劏房问题是严峻的 劏房问题是不适宜人居住的 劏房问题越来越多人住在劏房里面 你不知? 你不理? 没有听过? 那当然 陈茂波又真的可能不知道 又可能真的听不到 又真的他不想理 从来大家看到 回归以来除了董建华之外 其他的特首 其他的发展局 以至财政司 基本上房屋和土地就向发展商倾斜 轻建的楼宇 说明公屋要多的 怎可能由2010年到2026年 都是私楼多过公屋 那如果陈茂波真是知道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做呢? 我认为只有几个可能性而已 第一个满老子都是积极不干预 最后不要管 不要干预 饮它是怎样? 发展成是怎样? 这是最错的一个想法 正正不处理 就是发展商作主 发展商决定 发展商重点是赚钱 作为政府 你的重点不是为发展商去赚钱 你是要为人民做好 他的生活工作 以致民生 让香港真是成为一个移居的城市 其次可能陈茂波都知道 不过他的老板 特首都是积极不干预 老板说不做 那我怎么做? 香港是自由市场 基本上靠发展商 大发展商 我不卖地给他们建屋 发展商吵的 没有钱赚 没有税收 可能自由市场受影响的 等等的可能很多的理由 都是可能导致政府 以致陈茂波 是不处理香港人的住屋问题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到今时今日 政府如果不积极地 拿他的决心 改变这个政策 改变这个思想 改变这个价值观 香港人的住屋问题 是没得解决 陈茂波 我告诉你 香港人的民生问题 第一个要解决的 是特首的官员 心中没有市民 第二个要解决的 香港特区的官员 满脑子积极不干预 由市场控制香港 而不是由政府去决定香港的发展 第三 自由市场 我们要靠商家 但是自由市场 更加要靠这个城市的市民 没有香港的市民 商家没有钱赚 自由市场不存在 你要香港市民觉得 香港是一个宜居的社会 愿意以香港为家 这个自由市场 才是成功的自由市场